要拼选票是不是得靠夫人牌呢 昨天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在屏东举行 结果基层党工大家都出来告急告急 询问马总统夫人周美清 什么时候才能够南下助选呢 看来周美清被蓝营视为是催票的秘密武器 但绿营就很不以为然 就说选举是靠政机跟政见的 可不是光靠偶像就能够吸引选票 马英九总统带着国民党中常委 来到民进党正副总统参选人的家乡屏东 基层党工频频当面询问总统 夫人周美清怎么还没来 马总统一方面调侃 自己也凸显了周美清成了蓝营基层 心中的超级助选员 双手紧握外加90度大鞠躬 四年前周美清在最后关头南下助选 就是这样替丈夫马英九拉票 酷酷嫂独特却平易近人的风格掀起风潮 也被蓝营视为催票的秘密武器 然而绿营却认为周美清就像是偶像 吸票效果有限 也难怪要找偶像 我觉得找周美清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理 我觉得那到底有没有效果 我会觉得非常的质疑 因为毕竟这个选举是看你的政绩 是看你的政见 毕竟选总统的是马英九 可不是周美清 基层急着要马总统打夫人牌 似乎也显示了马总统选情在南台湾 真的告急 三天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连胜文夫妇今天到北京替刘嘉玲的心电站台 那么他也被问到你接下来会不会踢马